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武漢肺炎肆药 大家现在最注重的肯定是抗疫资讯 除了一般的口罩 洗手液 本台都会收集一些相关的抗疫信息给大家收看 和大家一起正面积极抗疫 但根本發現,自從農曆新年過後 其實很少人在街上,不出街 可以說是避免肺炎的其中一種方法 但其實從現在去,有另一個問題的所作就是 躲在家裡太久,個人會比較容易屈 尤其是這個天氣,最近要下雨多暈 其實心情都會比較差 如果大家太屈的話,就會很容易令到我們氣機調和不順 就會很容易,會有一點情緒病 雖然避免出街,但其實最好 都要開槍,休息,或者下街,走一圈 否則會很容易引起一個恐慌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人已經有恐慌 你見到遲級市場的人已經在搶廁紙、搶米 天天在網上找口罩 周圍問人有沒有口罩、口手液 其實這個已經影響到心情 已經會影響到心體 如果想擴屈的話 其實中醫也有些方法可以提醒大家 例如按下月位 例如我們可以按下 太充、神門、內關 這些月位都是很有效的 我們先說內關在哪 首先,借家用高衣服的手指 然後放在碗環 然後你會找到中間是有一條根 兩條根的中間就是內關 通常按月位就不是這樣按摩 我們通常說是右按的 剛才按住,然後慢慢慢慢打圈 對,都會有冤冤的感覺 但不會覺得很痛 好了,還有第二條,神門 有沒有看到,這個碗環紋 它會在這個位置 最旁邊有條根 有條縫位 這個位置就是神門 經常有這個位置 太充 太充其實呢 這裡有條根 這裡有條根 這個位置就是太充 通常都是用在這裡 都是這樣按下去 按下去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是梳乾的 壓力大 或者是心情猛 其實這些人都可以長時間去按 按下都有幫助的 最後,根據2003和SARS的經驗 其實疫情是怎樣都會過去的 我相信今次 大家都是會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以及有一個經驗 大家只要保持心境的開朗和冷靜 其實就會過去的了 如果大家太頑心 反而沒有病都會變有病 那大家加油吧 謝謝您 謝謝你 謝謝你